大家好,今天我们要来讲一下一个片语 那我这边讲的片语都是说 你从字面上看不出意思 但是我们在口语上用的频率很高的一些词 比如说今天要讲的第一个是 那么的是一嘛 mio是一种 像一种 be只是一种 这样子,对不对 比如说你去买东西 本来mio有没有,你要几种啊 但mio有没有,我只要一种 可能是这种,对吧 但是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哦 这边我们讲的是感觉怪怪的 形容一个人,一个事情,一个情况,怪怪的 比如说他那个人我不熟 但是感觉怪怪的 holuga,holugo 这里应该用go holugo i am a ken bu 不是很熟 ken是熟 ken la,熟吗 ma ken bu 但是 d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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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行哦 怪怪的 dame 所以你就用这一句 这一个词放进去 非常的恰当 就是表达的会很好 好的 那接下来一句是 味道好像不错 但是有点怪怪的 就是你想形容嘛 ajada blu le 味道怎么样 ajada blu le dame 有点怪怪的 d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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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你没有说是喜欢还是不喜欢 反正想形容 好的那接下来一句也是 最近天气怪怪的 注意别感写了 akuda akuda yari udu dame 也是哦 怪怪的 你也讲不出来 反正一下这样 一下那样 感写 nasime 注意 d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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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时候其实不适合用 别感冒 那你说 manassime 我们不会这样讲的 通常免语它表达的呢 它就会讲 nasime dame dame 好的那接下来是 那个店给人的感觉怪怪的 那个店 ho say 但是我们口语上常常会讲 e say e say dame 给人的感觉怪怪的 你看全部就用一个 dame 有时候很多人 dakadri lu d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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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当深意的 那么各位注意这里的表达方式 正正经经的 也在这边也可以把它形容为正当深意的 我们口语上也非常爱用 没有好好的做事 整天就是东游西逛的 没有好好做事 没有正正经经的 干嘛 这种情况 我们都可以用 我们还是别去了 还不去了 好吧 还是不去了 好的那下一个也是因为跟它有连带关系 叫做 Damio matene Damio也是一种 Matene 不要觉得 不要以为 就别觉得好像有一种种 字面上 那么它其实想表达的是 别放心上 还有别介意 这种的想法 通常这个词 我们在口语上是用在什么情况呢 就是说 你想拒绝别人 或者是你去做了一个不太好的 但是呢 你不想让对方误会 或者是不想让 有好的跟他讲的时候 像这种情况下 我们都可以讲 比如说第一句 别介意哈 不是不相信你 比如说是 讲了他一句不好听的 或者是什么 就说 Damio matene 别介意 Mayongda Mahouba 不 Mayongda 不相信 Mahouba 不 不是 不是不相信你哈 又比如说 别介意 不是不想借给你 Damio matene Mahouba Mahouba 借钱 七倍 比如说别人跟你借钱 你跟他又很好关系 那可是呢 你真的想拒绝 或者是真的 你实在不方便 那我们就说 Damio matene Mahou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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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gego 真的是 Mahouba 前两天 Mahouba 也是我们口语上 很爱用的一个词 表示的呢 就是前不久 近三四天 四五天 都是 但是他就用 Mahou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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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才买了一块地 所以我不方便 Dagego Mahou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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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再看一句 非常感谢来邀请我 La peida Pay 邀请 Jesu de mare 但是去不了 Dame Mahouba Mahouba 我去不了 就是不能去 我们就说 Mahouba Mahouba 别介意 Damio matene 比如说人家兴冲冲的来邀请你 对吧 或者是你不想去 Damio matene 别介意 Mahouba Mahouba 我不是不想去 Mahou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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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houba